这也是从《流浪地球2》剧组来的外骨格 是可以真实使用的 穿起来之后呢 把它跟我们身体进行结合 它可以给我们身体提供一个手臂的助力 你可以看 我们正举起来非常的轻松 近日电影《流浪地球2》正在热映 不少观众都被片中科技感十足的未来装备所吸引 其实他们并非都是想象 很多都是真实存在的中国制造 比如片中多次出现的外骨格机器人 便已走出荧幕走进现实 我们的外骨格呢 从设计 制造 以及整个产品的生产 整个环节都是100%的中国制造 目前外骨格呢 在医疗 科学研究 工业生产 以及我们一些民用的场景 都有广泛的应用 在煤矿生产的过程中呢 我们的外骨格可以为我们煤矿场景中的工人 在井上井下 包括说搬运以及一些设备组装 提供非常好的助力效果 有效地避免劳动损伤和提高耐力 此外 片中地球联合政府的一系列炫酷机械设备 也是由实物改装而成 这款产品就是当时我们参与流浪地球拍摄的一款 这款产品呢 有特别的科技感和未来感 这个颜色也是当时是为了配合影片的这种整体的视觉工业设计需要 我们做了一些特殊的颜色的一些设计和改装 在当时呢一方面它是要协助现场要做破坏性的处理 我就需要通过钢铁堂的这种自由度比较高的产品 帮助现场进行整个制景的一个破坏性的一个处理 影片的高水准科幻特效为观众带来优质的观影体验 而工程机械的实车实景更展现出中国科技的力量 未来这些真家伙将如斜杠青年一般 继续在不同场景发挥效能 我们一开始提供的是三代的产品 在流浪地球现在播出的状态下 我们的产品已经迭代到了第四代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逐渐的去探索 去结合我们目前中国有的新材料 以及新的制造业的一些技术 让我们的整个外国显得更加有科技感 以及更加符合我们未来发展的趋势 在电影当中量子计算机550C接入网络后 自动生成了操作系统 在这个超级大脑的指挥下 无数的机器人智能施工设备 协同完成了行星发动机的建造 这一幕其实就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取工的无人道路施工集群 已经实现在京熊高速 攀大高速等高速公路建设的无人化施工 起重机 发掘机 装载机等多类主机产品 也早已实现了远程遥控操作 并正在结合5G 人工智能扩展新的应用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